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学员都应该知道这一个terminal就是paratransit这个移保的上市公司现在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那我们今天特地来到这里那就帮大家做做fact finding 我们会进去里面看看 and给学员们去看看这个paratransit的这个building里面的情况 生意好不好 以及它主要的营收来源 好吗 来 我们进去看一看 来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喽 ok 各位学员 我们已经进到这个terminal的里面了 那我第二个感觉就是呢 这里是非常的热的 你看到我已经全身出汗了 那according to我们在移保的朋友 我们移保的member讲了 之前这个这个building里面呢 刚新开的时候呢 是有air aircon啊 有很明亮的 不懂现在为什么它的aircon呢 好像没有开了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它是有一定的人流的 我们现在是星期天的这个早上 and 你会看到呢 其中一个paratransit最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呢 就是它的这些广告牌了 ok so 在这里到处都是有它的广告牌的 那这个是它其中一个可以创造这个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 那我们为什么会来这边跟学员们去讨论paratransit呢 是因为在两脚多的马来西亚股市里面的那些股票两毛多的哈 能够一年创造出超过30个million 3000万净利润的公司呢 数量是非常少的paratransit是其中一个 那之前我们还会看到有RGB这样子的公司 它可以有超过千万的利润 因为我们明白嘛 你的有几千万的利润 你divine by你的number of share的话 suppose 你的earning per share 不会太小 除非你的票数是 哇 十几二十亿的那一种 but我们知道paratransit的票数是有one point something billion 这么的多的so but earning per share来讲 也不是说被打入到很严重 它的本益比呢 是有一点吸引力的哦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想知道一下paratransit到底是不是undervalue啊 还是他没有吸引到投资者的注意呢 那我们再来带大家进去看一看啊 ok 来 各位学员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是paratransit它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网络 在我们现在的Amanjaya Terminal 然后它可以有bus送PT州的这些居民们呢 去车mall这边 然后也可以去到这个医保的市中心 还有另外的一边的新区 所以这个是它主要服务着的巴士网络 当然也有长途巴士 那我们所看到的根据跟医保的这个学员们的这个分享呢 看来paratransit经营者的这个bus terminal呢 它是在政府的规划底下呢 变成了一种带有垄断俗性的生意经营 就是好像吉隆坡 我们会知道有蓝湖车站 就是BTS这个车站 有了BTS之后呢 我们的bus就不能够再进入市中心去补都车站那边 造成交通拥堵嘛 所以它就故意这样子呢 分流了外面的bus站 给bus进去里面 那同样在医保这边也在做着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市区里面呢 他们不能够上落客人了 需要compulsorily的来到这个paratransit旗下的车站 这边做一个统一的下车跟出发的一个中心点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所有的bus公司呢 没有办法之下呢 都要来这边呢 帮他们租一个办公室的地方 还有他们的ticket counter 那办公室的出租是这边其中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这边你还看到它可以有这个seminal的房间租给人家呢 ok 正在做着活动的星期天 那下面呢 我们会看到这些都是他出租出去的这个booth啦 store啦 还有bus ticket ticket的counter 在这边 我们过来看一看好不好 好 各位学员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后面这里呢 就是paratransit它的这个ticket counter了 那这里是所有的他们的卖票区 and 这边是他们的这个后车区 并且呢 就是从这边呢 上这个bus的了 so 这边呢 刚刚那边是巴士的月台啊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售票窗口啊 那这边就很明显是比较modern一点的 那这里呢 就是会看到 他们在等bus 还有去上车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paratransit主要的收入来源 第一 在这间building里面 他可以出租任何的商店出去 ok 并且呢 可以有很多的广告板呢 去打广告 那另外呢 就是巴士车票的这个收入了 以及这边其他的巴士公司需要使用他的这个月台服务呢 就好像大马机场这样子 他也会抽这个人头税的嘛 就好像我们叫做机场税 那这边呢 你的其他的bus进来 parking进去 要用他的service 那你的票就一定有一点点一部分呢 要被paratransit抽抽掉的 所以就是等于啊 呃 呃 过河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做法了 那后面那边呢 后面这边呢 还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邮站的 我们出去看一看好不好 ok 各位选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他们的啊 这个departure的plan for了 他们的出发月台了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会看到第一呢 这边有这个叫做yoyo bus的一个ticket counter 那刚刚他的bus走了 那刚刚他的bus走了 yoyo bus是直接在这个啊 阿曼加尔的车站出发去吉隆坡的 国际机场的直通大巴来的 那还有其他的啊巴士公司 那蓝色的车呢 呃 这边蓝色的就是paratransit他们的bus了 啊 这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蓝色的paratransit的bus ok so 然后呢 这个上面二楼 这边是出发月台嘛 上面呢 是到达的 那我们这边的bus就有啊 几种呢 刚刚讲到的啊 yoyo的大巴 出发去kia的 然后这里其他的就是去呃 南上北下的 还有这边叫做市区内的 宜保室内的这个呃 这个巴士 那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呢 就是大家会看到后面还有一个bhp邮站的 ok 那这个bhp邮站做的特别的大 那他没有其他外面的小车的哦 他只有这种巴士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了 你们有没有试过坐巴士坐到一半啊 突然间那个巴士弯进去游战里面打游呢 好像没有见过 对不对 so 好像我们现在在这边看到的就是 所有的bus 因为他有固定的路线要走 他都是打满了游去到目的地 然后在指定的游战里面打游的 看来这边这个游战就是阿曼甲亚这边指定的加油站来的 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Pairac Transit的公司呢 是有经营游战的 ok 那这样子可以看到 第一 一个带有垄断性质的 在政府的引导之下 规换化 standardize巴士服务的这个政策底下呢 Pairac Transit是一个受贿者 因为compulsory的其他的巴士公司需要来这边 运作 然后就给他们这个产生收入给Pairac Transit的机会了 那然后就是他们巴士的这个使用 这个抽他们的那个使用费呢 游战添游的费用呢 广告费用呢 那这个就是Pairac Transit 所以说法 我们在这一次的参观里面呢 这次的Factify里面呢 看到他的这个收入情况的 所以希望亲自带大家来这边看一看呢 能够让投资者们更了解这一个 在Piric州地区 以及有机会再向其他的Piric州大城市 比如金宝这个地区 他们的新的金宝的车站呢 在今年的这个三四月份呢 应该就会开始投入运作了 那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Pairac Transit经营巴士Terminal的公司 会不会有机会将他自己的Terminal的Network做得越来越大 成为马来西亚的巴士车站大王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们